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我是星豪 受上周美联储、欧洲央行以及日本央行先后公布利率决议的消息影响 美元指数在上周四盘中出现大幅上涨 主要原因是欧洲央行令人意外的鸽派声明 使得投资者短期集中抛售欧元所致 由于在利率决议之前 欧洲央行官员表示 将会在利率会议上讨论在今年年底前退出Q1 并且向市场密集发出了鹰派信号 这也是为什么美元在美联储加息后冲高回落的主要原因 显示投资者对于欧洲央行利率决议 鹰派声明会对美元承压的担忧 但是最终 欧洲央行宣布在2019年夏天前不考虑加息的消息 震惊了场内的投资者 很明显如此鸽派的决议声明大幅超出了市场预期 这使得投资者对于欧元造成了剧烈的预期差 并且造成欧元短线下跌超过300点 由于欧元占据美元指数超过半数的权重 美元指数的大幅上涨带动了其他非美货币跟随贬值 上周五国际商品出现了明显的补跌行情 原油、黄金、白银以及铜、铝、链都出现了大幅回调 从数据面看 美国5月CPI同比增长2.8% 是自2012年2月以来的最高值 这一数据成为美联储加快升息的主要原因 根据最新的美联储点证图显示 今年下半年加息两次的概率为51.7% 2019年预计将加息三次 2020年预计将加息一次 欧元区5月CPI同比增长1.9% 同时欧洲央行提高了2018到2020年的通胀预期至1.7% 通胀率显著回暖接近目标水平 是此次欧洲央行决定退出QE的主要原因 尽管上周美元出现了卖冲式的强势上攻 但是从技术面分析 美元指数月线级别目前需要面临的关键阻力位 是2017年10月反弹以来的高点95.15点 上个月美元指数最高点在95.03点 本周美元指数将再次冲击该点位附近 同时美元指数已经从月线布林带下轨的位置 回到了布林带中轨 而月线布林带中轨95.30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阻力位 不仅如此 本周美元指数周线布林带上轨在95.40 由于周线上布林带下轨已经开始拐头向上 因此即便突破该点位 上方的空间也会非常有限 本周投资者需要重点留意95.30到95.40之间将会存在较强的阻力 需要提醒投资者密切留意 国际原油方面 欧佩克成员国会议将于6月22日在维也纳举行 增产幅度或不及预期 布林特原油价格短期底部有望探明 本周重点关注五周以及十周均线 只要布林特原油向上突破75.50关口 那么原油价格将有望结束调整并重回绅士 建议逢低做多为主 黄金在跌破前期低点之后下方空间被打开 预计本周将维持弱势探底格局 本周阻力位在1292附近 中期目标位下方可看至1250附近 以反弹做空为主 6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 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 加征25%的关税 6月16日中国财政部宣布 自2018年7月6日起 我国将对原传于美国的659项 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 加征25%的关税 美国时间2018年6月18日 美国特朗普总统要求美国贸易代表 对来自中国的约4000亿的商品加征关税 特朗普在总统说明中称 加征关税是为了激励中国更改301报告中提到的 技术和创新相关的不公平做法 这也是为了实现美国与中国贸易关系平衡的第一步 然而中国已决定提高价值500亿美元 美国出口产品的关税 特朗普认为 中国不但无意改变收购美国知识产权和技术有关的 不公平做法 而是去威胁没有做错任何事的 美国公司 工人和农民 这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必须采取进一步行动 以激励中国向美国产品开放市场 并接受与美国更平衡的贸易关系 目前特朗普已经指示美国贸易代表 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额外关税 在履行完法律程序之后 如果中国坚持推进新的关税政策 那么加征的关税将生效 如果中国再次增加关税 特朗普将会决定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 特朗普在总统声明中表示自己与中国主席有着良好的关系 并且将继续在许多问题上共同努力 但美国将不再会被中国或世界其他国家在贸易中占便宜 美国总统将继续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 为所有美国人创造一个更好和更公平的贸易体系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称 如果美方失去理性 出台清单 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 做出强有力反制 如果上述总统声明中所涉及的4000亿美元贸易关税生效 必然会对中美两国乃至世界的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这一次的中美贸易战对于中国来说将会是一次重大考验 同时在北京时间6月19日早间 美国参议院以85比10的投票结果 否决了关于解除中兴通讯销售禁令的法案 这使得投资者对于中美贸易谈判的成果非常失望 离岸人民币价格快速下跌 美元兑人民币日线收出四连洋逼近6.50大关 创出五个月以来的新低 感谢收看独高斯贝电视 我是星豪 我们下期再会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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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